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过去的联准会呢他基本上都神神秘秘的能不说就不说我觉得现在的联准会呢他基本上呢学会了要与公众的期待沟通不是与公众沟通他是要控管期待就我控管你们应该期望我做什么接着你们大家期望值都已经调好了之后我再来做这是现在联准会 所以从上一个这个联准会主席叶伦也是现在财政部长开始他们其实采取的作为就叫做控管期望值这点是我觉得我觉得其实从公共政策推动的角度来讲这是对的 但是呢联准会在这一次的会议当中呢他现在告诉大家最重要的期望值就是嗨 资金派提已经结束了 已经准备好哦我们要准备把那个鸡尾酒会当中的那个鸡尾酒的那个酒坛子我们要准备给搬走了 嗯我觉得他在预告这件事情嗯为什么我说他在预告这些其实这一次既没有升息啊然后呢也没有说他要减少他的购债规模 那每一个月一千两百亿美元的购债规模还是持续哦嗯然后呢他也没有特别的说他要怎么样子的调整他的货币政策嗯但是两件事情透露了端倪嗯第一个 这个叫做粒粒点证图啊什么叫做粒粒点证图呢因为美国联总委会他每一次开会的时候呢其实开会是不止18位啦但是有投票权的每一次会议当中有18位有投票权这里面有几位他们是轮流的嗯所以他是有18位有投票权这18位有投票权的委员呢他们会在会议当中然后接着就请大家这是不记名的所以这里面谁 谁点的哪一个部分大家都不知道你来预测今年利率会落在什么样的水准明年利率会落在什么样的水准嗯后年2023年利率会落在什么样的水准然后大后年2024年利率会落在什么样的水准结果你就会发现到说今年毫无疑问的这18位18个点全部都落在0到0.25之间嗯那就是现在的低利率对不对好然后呢接着 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的明年的部分明年就已经开始出现变化了嗯18位当中已经有7位1234567有7位认为明年就应该要升息嗯当然这个还没有引起市场恐慌因为18位当中的7位没有过半嘛嗯但是他有一个趋势是让人担心的 因为上一次的会认为就是一个半月前这个利率点证图显示只有四位认为明年要升息嗯但是一个半月之后呢增加到7位嗯如果下一次或下半年的会议当中如果再增加的话升息也许提前到2022年都是有可能的嗯就是提前到明年都是有可能的那第三个到后年2023年 哦那就不得了你现在看到说到2023年还认为不必升息的已经只剩下五位了他是极少数嗯五位真的是很少因为18位的五位嘛嗯其他的一共有13位都认为要升息嗯升息升到多高呢0.25到1.5之间嗯0.25到1.5现在是0耶 嗯所以你要升息到0.5之间那升息的幅度其实非常的快嗯那如果到了2024年那就所有的人都认为应该要升息而且升息都应该升息到1%1.5甚至于是2%以上就升息到2%以上好这里面呢既有速度也有幅度的问题嗯速度是什么呢速度就是本来联准会啊我们之前其实做过去年我们做过一集节目 那就是现任的联准会的总裁那么鲍尔呢他用大白话的话告诉大家说在2023年底之前不升息嗯那时候联准银行所有的这些委员出来讲话的时候也都是说2023年底之前不升息这本来是市场的预期嗯就今年2021年明年2022年后年2023年后年底之前你都不会升息嗯 但现在看起来哎你已经变了18位里头有13位认为后年就要升息了甚至有7位认为等不到2023年了那么明年就要升息了嗯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的预判啊原因很简单就在这个预测图这个是联准会呢联准会呢他的最新的经济预测嗯在这一份经济预测里头我们看到说第一 美国经济他们认为看得很好本来呢在今年三月的时候他们预测美国今年经济成长率百分之六点五嗯他现在继续上修到百分之七嗯你要知道去年底的时候联准会认为美国呢升息呃美国的经济成长率今年应该只有百分之四哦嗯现在已经看好到百分之七这个幅度非常的剧烈好明年啦百分之三点三 后年百分之二点四嗯嗯但最重要的是通膨啊嗯失业也很稳定失业非常的稳定然后经济非常的好但重点是通膨这个呢叫做PCE通膨率个人消费支出通膨率就我们一般讲CPI哈这个通货膨胀率嗯这个消费消费率啊这个CPI呢基本上跟这个数字是接近但是不完全一样不过联准会是最在乎的 就是PCE这个数字最新的PCE美国最新的PCE呢这个礼拜五会公布哈嗯那这个PCE的预测你看到他这里预测原本三月的时候还预测今年底之前这个PCE通膨率是百分之二点四嗯但是呢现在最新的预测已经上升了一个百分点到百分之三点四从百分之二点四上修为百分之三点四这个幅度是非常的剧烈的嗯所以 很明显的你看到当联准会告诉你说资金的派对要结束了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通膨率的上升嗯好你在查什么啦赶快跟我们讲好没有我一直在在看就是说看我们今年的今年前前两个前几个月我们在谈的是事情我们我们一直提醒大家有两件事情是是今年的黑天鹅嗯一个就是你对通膨的预期嗯今年二月我们我们就是 就已经谈了就说就说通膨通膨已经来了对通膨快兽已经在门通膨当我们在看到FOMC的就说利率决策会议的时候那个也是很后端嗯市场上面要去判断通膨不是只是看FOMCFOMC是最短线的讯息的影响那个是要拍板的可是在他的前期阶段的时候大家在判断判断通膨他有好好几个步骤第一个当你看你的银跟银跟宽松 通到怎么样的地步那今天的今天的银跟反正大家都知道全世界已经QE都到都到底了就是让烂头寸就把你淹淹死淹到你自救为止淹到你开始呢把那些钱的拿拿出来用第二个大家会关注就是说这些烂头寸对于资本膨胀的影响嗯就是说你在在你自己感受到你买东西啦去去一般性的消费的那个价格变贵之前有一段时间的是穷人感觉不到的那是资产性的膨胀 就是你会看到股市大涨对要看到房地产大涨对那有有钱人真正的party是在这个部分有钱真正的party并不是在在在在在卖个东西给你然后然后收说你几块钱不是这个部分他真的赚钱的部分的是在前面这资产性的膨胀但是那部分大部分人没有感觉好那当这资产性的膨胀已经上来好一阵子了其实我们都已经看到了自然的股股股市全球股市几乎都在高高高点啊那哪怕是新型市场国家 经济的总体表现不怎么样也都也都在在高点好那你会你会看到接下去呢还还会有第三个阶段是原物料的价格嗯就当你利率还没有上来原物料价格已经上来非常多了嗯好那原物料原物料价格上来之后呢你慢慢就会看到一些的实体的经济数据开始变化比如美国现在大家为什么当当今年二月份我们在谈通膨的时候但是点月率不怎么样因为因为你没有你没有感觉可是为什么今天当通膨 通膨所有的财经媒体都在谈通膨因为你看到的上个月的五月份的美国的美国的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消费者物价物价指数包括他的核核心物价通通上来对超过警戒值而且都已经是2008年以来的新高了对那你当然去哦这个这个是个议题了这个会影响到呢影响到资本资本市市场的资金的流流动因为你判断政府美国的美国联邦政府一定要有动作了嗯那个已经是我刚刚讲的一二三四 第四的第四个阶段所以第一个阶段我们看到的是资产膨胀对所以你看到股市涨是你看到房地产的价格涨你看到很多的这一些相关的投资通通都涨没错包括比特币对不对然后呢到了第二步的时候呢就是原物料价格涨所以最近其实呢不管是木材涨就等下我们先讲就一个多月前你包括了什么木材啦包括了咖啡啦包括了 大豆啦然后包括了这个小麦啦玉米啦还有铜啦铁矿砂啦罗文钢啦焦煤啦通通都大涨是那这个其实只是他印了很多钞票之后影响的第二步嗯对不对到了第三步的时候其实你就开始看到有一些物价存存欲动现在FOMC开会其实只是面对了这前三步的价格上涨所做的一个反应 对所以我们在看到FOMC会议虽然嗯他每次开会的时候当然市场一定会关注啦因为他对他呢哪怕哪怕他讲话的那些的玄玄机一两个字眼的变斗他都会挑逗市场那种的最短线的那由由尤其呢是是电脑电脑设计的那种的价格进出他都会有影响但是你要知道联总会的反应在通膨的预期当中来讲他是最后阶段 当你听到的时候呢其实其实通膨已经存在了对而且已经存在好一阵子了嗯你再进去看的时候很多呢该涨的都已经涨翻天了嗯那你没有你没有感觉到上涨的时候你不要觉得幸福那那表示你根本就不在这个派对里面对你根本没有跟上party你根本就不在party里面所以我们今天的标题呢用的就就是嗯这个party资金派对快结束了里面都是有钱人一光并赢 嗯OK他们久寒而日喝的一定很高兴但是party要结束了他们不会出来问问在外面的在等候的这些司机工友们请问你们你们去吃饭了吗他有没有他有没有给你一些一些就说呢去去叫你去买个便当这行为还蛮不错的对就是他们在在吃吃得很开心的时候而且呢都都是大鱼大大肉他们一定会吃饱的但是你在外面的你你吃饱了吗 嗯你如果说哎我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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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到那个party怎么样那就告诉你就说在这一波的金钱游戏里面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当金钱游戏要结束的时候后面的部分受害者仍然是你嗯所以呢我们之前就提过嘛就说通货膨胀最大的输家其实就是穷人当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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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呃这个要特别跟大家提醒的一件事情就是输的原因就是因为前面对 没有感觉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资产其实你要想就是联准会在就是差不多是上上个礼拜然后他才公布了他最新的资产嗯其实所谓的资产就是因为我把钞票印出去那么印出去之后呢其实印出去的钞票就等于是我的负债嗯那就这个就是他的资产负债表所以呢他的资产负债有多大就代表他印出去多少钞票嗯 在去年的二月的时候他的那个钞票总额度呢他的资产规模是四兆人民币嗯四兆人民币呃不是四兆美元对不起四兆美元那时候是四兆美元嗯其实这个数字已经比2008年金融海啸之前多很多了嗯但是呢他们最新公布的他的资产规模已经八兆美元了嗯换句话说他在去年的二月一直到今年的五月 短短的一年三个月的时间他印了多一倍的资产的钞票出来嗯所以这边是四兆那一年多的时间再多四兆嗯这还只是美国联准会哦我还没有去算欧洲央行哦或者日本央行哦或者各国借由他的外汇储备的增加而变相的等同于印钞票嗯所以全世界资金泛滥这个资金泛滥导致的那个资产膨胀这个party 现在正在预告哎这个五月快到喽现在已经是晚上十点五十分喽那大家可以准备喽但是并不是真的已经说要结束了而是说十点五十分喽距离五夜party结束已经时间快到了好这个这个很难做决定我可以告诉你就是说五月的时候五五夜十二点钟派对一定会结束嗯可是你到底是要十点多的时候呢就离开呃比较不会 再塞列车免得大家通通通通通跑跑出来还是你要你要晚一点你要到你要到十一点五五十嗯他有不同的选择嗯那十一点五五十分的时候呢虽然派对已经快结束了你很可能是那个派对当中的最后的一小群人可是可是可是那个时候那个时候通常会有高高高潮系他会放放烟火嗯那你要不要看烟火对那你你如果不不看烟火你早点走你就会觉得 帮你少了点味道嗯这跟你你去迪斯奈乐园一样最后关门前的时候为为什么大家都没走因为他放烟火嗯那我们我们都等着看烟火看完了之后呢即使出来说人人挤人但是甘愿嗯好那个呢那那个那个是你对对派对的感觉我说的就是因为绝大部分的人我担心的就是你根本就不在这个party里面嗯你对于你对于之前我讲的一二三四的前面的那三个阶段的通膨的所有的讯号 在你身上都不出现嗯因为你都没有感觉嗯你你手上是没有资产没有没有资产就表示蓬蓬来的时候你没有防御力好所以哪一些人其实是还来不及几进派对现在派对就要结束嗯就是有哪一些人是这样嗯我觉得第一个我们要去观察的其实就是新兴市场还不是股市哦其实你会发现到说连准会宣布完了这件事情 其实美国股市它的反应是小的嗯它的反应并不剧烈美国股市呢第一天小跌嗯第二天跌幅稍微重一点但到了这礼拜一就立刻大涨回来了嗯所以美国的股市反应其实是很轻微的嗯你就知道说其实对美国股市而言他会觉得对于你是预告party要结束了但是呢反正我们现在吃的很饱我们现在还不急着离开我们搭最后一班车里 离开都来得及嗯好所以我觉得美国股市也许不会那么快的有反应嗯他会是最后一波反应的嗯那最快反应的会是哪里呢最快反应的会是新兴市场嗯所以你会发现资金现在快速的从新兴市场撤退那这个快速从新兴市场撤退呢他有你符合两种条件的新兴市场他就会非常的惨嗯第一个条件就是 你的金融市场是完全开放的嗯所以外资进进出出进进出出进进出出没有受任何的限制他说走就走拍拍屁股人走人然后这个款项卷一卷嗯然后就走了你也没办法阻挡他我认为这样子的市场他一定会受到极大的波动影响嗯你知道这个市场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在好的时候说啊你开放啊你开放你才涨得多啊但你要想的是一旦他缩手的时候 测退的速度也非常的快嗯所以完全开放的市场受伤会最重嗯但是还有第二个条件那就是你的体质偏弱的什么是体质偏弱的呢你的贸易是逆差的嗯你的外汇存底很少假设说你一年一个月你需要到外面去进口的这些商品贸易你需要的资金假设就是五百亿美金好了嗯结果你的外汇存底只有一千亿美金 只够你买两个月哦那对不起这样子的国家他的市场或者他的货币在未来一段期间势必会遭到拥挤的逃出嗯这个才真的是很危险我们在我们之前在2016年因为因为时隔四年嘛2016年的时候全世界事后都都知道了那有两次黑天鹅一个就是川普当选一个就是英国脱欧嗯那在当时讲黑天鹅你可能会觉得太夸大了一点 那你回头去看这两只黑天鹅却确实强烈的影影响这个这个世界的样貌嗯2021年去有两两只黑天鹅我们的一个一个是通膨就是通膨代表着从2009年之后的全球的QE的宽松的那个银根的环境他开始出现了转向的讯号那这是11年12年的第一次出现明确的转向的讯号那个讯号已经出来了那不需要等到联总会真的敲锣打鼓的时候 说我要升息了你才觉得要升息其实他都已经存在的通膨而且那个通膨今年的通膨会特别另外的一只黑天鹅之前我们稍微谈过就是拜登要加税嗯还没有实现对拜登要加税不只对美国有影响你认为今天他要定的全球最低税负质是不是他加税的一环是是你要知道那都是他加税的一环所以他不是只影响美国他会影响到全球的资本的 投投资以及生产性的就直接的投资未来的移动的轨迹他的影响是很全面的好但是我们在讲到资金派对的时候呃因为如果你手上没有资产你就没有防御力可是这次的通膨会来的非常特别的凶猛为什么因为虽然之前大家都在QE2020年因为因为疫情来了然后整全球的经济活动尤其对大家最有感觉的服务业的活动瞬间就急动了 急动了之后呢美国就去带头印钞票刚凤鸣奖他造成一种一种前所未有大家集体都出现的货币幻觉我说货币幻觉过去的货币幻觉一个一个一个经济体系里面可能有些人赚到钱有些人没有赚到赚到钱所以有些人的会会觉得我突然间变得比我想象中更有钱但是有些人并没有但是这次不是因为这这次呢是用纾困的方式 所以在美国是每个人都有这个幻觉每个人都觉得口袋增加了每个人都觉得我变有钱了为什么一场疫情之后我变有钱因为第一个你去年的消费都delay了大量的delay消费可是却我什么都没有做可是呢却不断的有钱放到我口袋里面虽然美国他们也做了一些统计有我忘了那个那个比例有相当高比例的人其实他仍然没有办法在他需要应急的时候 马上拿出400块美金的现金就400块美金都没有我那美国的高比例人是这个样子可是可是对他们来来说他们觉得我已经比过去有钱了因为那个纾困支票一张就是1400美金啊600美金啊1600美金啊对所以所以当这一次当一解封了之后才刚解封因为6月份才刚刚解封刚解封你就会感觉到那种事况的疯狂感可是这才刚开始嗯才刚开始就是被压抑的欲望以及 以为自己变有钱的幻觉他会在未来几个月的时间呢会更明显的爆发嗯那这种爆发却对他会他会造成突然间有大量的金钱涌入到各个市场去追追逐少量的商品嗯那那个价格上涨的是必然的所以今天你看到的联组当然联组会的那种的点证图他每每一次都在变的啦就是今天的今天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今天风往这边走你就发现了一大一大堆的这些呢 联组会的委员就往这边转他也可能的下下个月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呢他又转向了这个是有可能但是基本上那个轨迹是是是清楚的他总是朝着一个预期生要生了要生息的方向走何况呢他不管是银行的隔夜拆款利率也好或者是呢或者是他的存款准备率也好他都已经开始有动作了嗯那这些的动作是在金融体系里面要收银根的最前期的讯号 到你一个一个金在你银行里面存款的存户感觉到哎利率上来了或者做一个房贷的贷款户像唐家龙一样被当当当当房房奴的等我感觉到说利率上来的时候很抱歉那个水已经非常深了嗯其实前面存款准备率隔夜拆款利率这种纯粹属于银行体系才会有感觉的东西已经在动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利率准备要上来好所以呢你当然可以不必急着要从party结束离开但是 你千万不要背在进入party嗯这个是很重要的嗯那么另外呢我们刚提到说新市场的部分就要看美元指数很多人就要来问说哎那这样子美元指数你就转强咯嗯那美元这个继续独霸天下这件事情就不会改变了我们之前也提过说美元的独强的时代嗯在未来可预期的未来他一定会改变嗯大家短期上面一定会受到波折我们来看啊这个呢我特别 请我们的同事呢准备的是一年的趋势嗯就一年的图因为你从一年就最容易清楚的看到你看到在过去这一年最强的时间就是在欧美疫情都非常严重的时候嗯去年6月26号那时候资金呢就开始全面性的回测到美国来嗯那这时候的美国你看到他的美元指数是97.5嗯 是最近过去这三四年来最高的时候嗯但是呢到了97.5之后呢因为他就开始不断的印钞票就那个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就差不多是在5月的时候他就开始QE大量的QE无限量的QE就那时候宣布无限量QE这样的一个政策每一个月1200亿每个月1200亿所以呢到现在已经超过4兆嗯 这个97.5的这个数字就开始不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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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其实你看到他那个震荡哦其实那个趋势很明显最低的时候在今年1月的时候来到了89.41这是最低啊然后呢之后呢有过反弹因为之后呢我们看到今年初就已经开始谈到说为了因应通膨联准会的货币政策会不会出现调整嗯 这时候呢美国的10年期货币政策率往上升你就看到美元指数往上升但是呢来到了93左右你就看到他又开始回变大概在90这附近最近这几天因为联准会的态度批变所以呢你就看到蹦蹦蹦蹦连续的三天就是狂升美元指数那现在又在差不多92这附近啊现在是91.91嗯大概就在92这附近 又开始出现了一个整理好这个是美元指数我认为美元啊强或者是弱很简单他能不能突破去年的高点嗯如果他没办法突破去年的高点就意味着这段期间他印钞票所失去的信任我认为他在短期之内都实回不了嗯都没有办法重新取回信任那短期之内没有任何货币可以取代美元这是一个事实嗯包括人民币也没有办法欧元也没有办法 这个是在我们可预见的五年左右的时间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嗯但是美元的信任正在被削弱这件事情他也是一个嗯长期已经不可逆的趋势啊嗯所以这是第一个好但你会看到人民币的部分在去年的六月的时候那个时候人民币对美元七块人民币才能够换一块美元是然后到了今年的时候 你看到他其实最强的时候呢是在五月二十八号就在联准会的货币政策改变之前嗯六点三六七四对一美元嗯你看从七点零七升到六点三六这个是人民币升值哦就是美元贬值就人民币的升值嗯然后呢现在一方面啊就是两个因素第一个呢是呃大陆的央行大陆人民银行显然觉得说现在人民币升值速度太快他受不了了 所以出来喊话所以我们看到呢最近人民币回变嗯第二个就是美国的联准会改变他的态度那我对人民币的看法也没有改变他那个长期走强的趋势没有改变但是短线上面他当然势必受联准会的这个态度的改变影响他会有回回来的波动可是我觉得七块钱已经很难看到好我们我们今天在谈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之前有谈过但是因为今天整个的气氛更浓厚脉络也更更清楚所以谈起来的时候你会更理解就是说我们我们在提醒大家什么那当然如果你你听我我我刚刚的刚的讲法你可能会很悲观就是那我能怎么样呢我我我我就是没有参加派对的权利啊那我就是没有没有就是说呢不正在躺平对的我我我就只能够参加躺平 运动而已就是我没有办法嘛就是那个那个是一个你跟我讲也没有用对了如果如果真的是这个样子的话呢那当然很遗憾我我只能够提醒你就说你在很多的最少你要把你那个货币幻觉嗯要调整的比较合理嗯不要以为你真的变有钱你变厉害了他可能真的是幻觉因为所有的经济的波动真的能够存活下来的永远是在呢是在呢通膨 通膨到顶点开始升息之后的那段的过程能够活得下来的人他才是真正厉害的而且有很多之前呢已经被高度炒作跟泡沫化的商品才要接受考验比如说比特币嗯当通膨到顶我要开始升息了实体世界的升息要出现要收银根的时候这些过去被认为数位黄金的东西是不是真的是黄金没关系那个时候就知道了好但是在我们讲通膨这件事 事情他会造造成了两种的就阶级问题一个是人跟人之间的我们刚讲过有有钱人在前面他在party里面他前面的资产性的膨胀你可以想见如果你有个三栋五栋十栋的房子或者你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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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三栋十栋的房子的人可能现在都准备套现了对了就是说他会你可以想见他他随便卖一两栋他都可能可能赚赚非常非常多 而且而且他他对于这种的通膨是欢迎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是他是他赚quick money所有的quick money都是在通膨时候出现的好那这这些人不管是在股市在股市当然陈凤卿比我熟股市你光看光看台台股从去年低点上来就一倍啊是那你看到美股也是一样啊从之前之前三月三去年三月一号他杀到一万七现在上来就三万四啊对几乎都一倍啊对那这种的资产性的膨胀 像如果你说哎我我没有房子我也没有钱进股市很抱歉那前面这种最甜的这一大堆大鱼大肉你是没有机会的嗯那但是我只能听最后呢你要你好歹要喝到一点点汤派派对走了呢盘盘盘跟剩剩剩饭的多少呢吃一点你就要开始呢准备要走了要打包了因为那个派对呢真的要结束了这是阶级之间的问题可是国与国之间的问题也是一样因为他更麻烦 他更麻烦的原因是因为在国与国之间的时候有很多的第三世界的比较呢比较落后段的国家来讲他连那个货币幻觉的幻觉都没有还来不及哦他根本没有幻觉因为你看到今年以来今年以来的全球的经济走势对你你虽然看到呢世界银行预期今年的全球经济成长率有五点多那是全球的平均值哇你觉得不错今年如果大家都有五点多的经济成长 今年是个好年啊可是很抱歉我我说了你只要把两个经济体把中国跟跟美国拿掉中国跟美国两两个加起来GDP呢占了全全世界快一半对因为全全世界大概估计呢八八十六六六七兆嘛对差不多那那那美国呢二二十一二兆中国呢十十七八兆加加起来呢大概就就就是就是就是四十出头大概就快一半这两个经济体一个预期世界上一个预期 会到八点八嗯一个预期会到七左右你把它稍微的成算一下他几乎就把呢今年的经济成长率的一大半都吃掉了所以这两个国家以外的其他国家绝大多数都在百分之五点三以下以下下下我告诉你还有很多是负的你即使是GDP呢前十名的国家的今年的第一季我都告诉你有七个虽然恢复了正成长绝大部分呢都都是在中国跟美国身上但是还有三个是负的 连GDP呢前十大都有三个是负的后段班中后段班的国家大部分都是负的所以你会感觉到通膨可是你却没有感觉到经济成长那叫做什么那叫做停滞性的膨胀嗯那个是所有的经济痛苦当中的最鲜明的一种所以2021年的这一年你看到美国在告诉你派对快结束了嗯可是很多人根本连开了一个派对都不知道是那但是他即将要承受这个派对结束之后的痛苦 我担心的是这一部分其实这是这将会加剧未来苹果跟富国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因为苹果现在没有疫苗嗯经济无法发展对啊然后又要开始承受通膨嗯然后要承受资金撤退他是同时承受哦嗯就疫情很严重疫苗不足嗯然后呢这个他没有办法经济发展然后同时资金要撤退然后同时又有通膨嗯就他同时要面对这些所有的现象嗯所以 对于贫穷的国家来讲未来这三到五年的时间恐怕是他最痛苦的时候对就这些的这些国家当然他会有一些的政治效应政治效应包括了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经过了经过了这一年多的全球的经济的乱象美国的QE他为了要自救就跟疫苗他要先打自自己对QE他要先救自己对美国的美国在政策操作是一个极端自私的国家嗯但这种的操作 过去大家的莫可奈何就只能够看你美国自己先吃饱先先先救自己然后大家的慢慢的呢再想办法可是呢在这一波我认为第三世界国国家中后段的这些国家来来讲他会伤得非常的重重到他会他会不再信任美元嗯因为美元的美元的QE就是一种典型的以零为货嗯那经济体质稍微好一点的嗯他还有点对抗性可是你看到大部分的国家其实都没有对抗性嗯我们今天讲 这一段的只是在提醒你就是过去的十多年由尤其是过去一年多疫情爆发了之后已经形成在你脑子里面的那个呢全球政治跟经济金融的那个秩序感已经没有了嗯接下去会有一段的混乱期嗯就是发生什么什么事情他他会为什么发生会什么影响你会搞不太清楚而且对每个国家对每个人影响都不一样这个是我们要做功课的部分了 词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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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